说好了 当然了 只要有服客我就送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玩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主是给您爱的人做一道爱吃菜 今天分享什么呢 其实我们分享了很多鸡肉的菜 我们还没有做过鸭肉做的菜 那这个季节天越来越热了 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吃鸭肉 然后昨天陈建大师来一电话 他新研发了一个叫玫瑰咖啡盐 那我说能不能配鸭肉 他说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又把陈建大师请来了 好了 我们做一个乡间鸭胸配玫瑰咖啡盐 好 陈建大师在哪 又溜号了是不是 没 又溜号了 来 来 来 那今天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玫瑰咖啡盐 刚才我看的真的非常漂亮 就是色彩非常艳丽 那它这个其实是什么 是红酒的底 红酒的底 拿红酒去萃取的 这个有点粗是吧 最粗力的 然后你可以尝一口 它后边的尾部是有点辣的 一点点辣 加了西班牙烟熏的蓝酱 层子算没错 那还真是 说不出来 就是 香料味 复合的感觉 对 在这舌尖打转 完了呢 配了点什么 这个是什么 洛神花的粉 洛神花粉 这个呢是平茵的玫瑰 山东平阴的玫瑰 干的这个 对干玫瑰花 这不是玫瑰的最盛产的时候 这个是经过脱水 这是脱水的 这个呢是我打的是玫瑰的粉 玫瑰花的粉 玫瑰花的粉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真的不仅是色彩艳丽啊 我觉得 哎 满满的食欲 对 它是 我是想吃什么 就是在 平常咱们很少吃鸭子的肉 就在家里做啊 除了烤鸭之外 但是我觉得西餐里的很多 鸭胸菜特别多 给大家分享一下 家里怎么做 而且天热了 吃鸭其实并不胜货 对 天热 就是我在市场拿的鸭胸啊 这是什么 化化丸了 化化丸了 然后这差不多有三百多克 你看四百多克 就是一个鸭胸 整个鸭胸四百多克 其实这个我们市场上就可以买到 就是我还是说 就是您每次来 就是您的这个盐 如果要是没有 怎么办 一键三连 找独了 一键三连 陈运达是送啊 必须送 必须送啊 普通的海盐行不行 海盐行 但是我觉得你相对来说 你得加上玫瑰的香气 就我们出来得有花香 然后还得有配饰 然后颜色也是发暗红的 这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这鸭子呢 做鸭子有几个要求啊 因为临时做不好吃 因为鸭胸的油啊 它那皮皮下至层挺好厚 但是呢 我是提前腌 就还有一个腌法 腌完了咱们煎 煎完了再烤 这个鸭胸要提前腌 提前要腌 这是您提前腌法 对 提前腌24小时或36 最好是36 咱们有点黑啊 哎 加了酒之后 它会有一点点颜色不对 你看咱们可以比一下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拆开了吗 这咱们把这个拆开吧 不是把这个拆开了吗 让大家看一下 拆开看一下 你看咱比一下啊 这就腌过与没腌过的 大家比一下就知道 就是我们经常跟胡老师一块做这东西呢 是让大家更体会到在家里 它能做成好多菜的问题 陈大师这个腌输比较缜密 腌完了之后它会小一点 你看 你比一下这 这点差不多 稍微其实有一点缩 缩 它会有一点小缩 这几个点 第一 我给它改了刀 让它入味 你看 这边改的是斜的十字刀 然后这边改的一字刀 一字刀 你看 我们现在开始 这么要改一下 恢复它一下 刚才为什么说 陈大师心思比较缜密呢 其实是细腻啊 他知道提前腌 他提前在家腌好了 入味 就好让我们就即时尝到这个菜的美味 所以提前腌了一份 那为什么又带了这一块呢 这一块是给胡老师尝的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您这还有两个配菜 两个小的配菜 有点生菜 因为鸭肉里头它还是有一点腻 我觉得是配一点牛肉果 加一点青菜 家里有什么配什么 这都无所谓 那我们现在开始加锅 来 加锅 来 看一眼 改了啊 不用切透了它 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不是 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它正好把油那地儿给划了 因为您另外一面还要再打 对 还要打到 您不能打太深了 你看 这么看就知道了 正好油刚进了肉那一块 斜四五五角 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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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陈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现在是拿鸭胸 对 那其他的肉类食材可不可以 其实鸡胸也行 但是鸡胸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鸡胸的那个 它油脂 油脂没那么高 就你别烤它了 你直接煎就行了 来 翻过来 然后打一字刀 一字刀也还是三分之一处 你看 正好这筋膜这样 其实鸭肉我们平时还真是做的不多 对 那您这个腌的时候还是要一个盒是吧 我们可以拿一个盘子腌完了 然后给它倒进去就行 OK 我帮你找一个盘子 找一个盘子去吧 你看这个怎么样 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老师 老师咱们用这个 这个 您帮我撒一下 我来撒 撒一层 来 撒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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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真的是有治愈感 治愈感 非常漂亮 好 可以了 好了 等会再翻过来 因为它肉厚 油厚 所以你就得撒透了 那这个我们要拿手给它搓一下 搓一下 有胡椒吗 必须得有 你看 黑胡椒再来一点 来 你看 感觉特别舒服 整粒的倒了就行 好 行了 为了陈大师 我们第一次开这瓶盖 好了 然后等会儿 还有一个小东西 这是您说的那个玫瑰 洛珊花 洛珊花 这是洛珊花 对 那这个 也得加 跟您这个玫瑰粉 这个颜色 不是 花花 要深一点 这边得花 这边是花粉 哎呦 这是自然上色了 对 就不用你 非得给它染了什么的 不用 千万不要 来点酒 酒 黄酒还是什么酒 黄酒就行 黄酒 何不说家里没黄酒 是白酒也可以 其实当然是这样 这度数要 度数稍微低点 稍微低点 别太高 这个黄酒直接撒上去 撒上去 大概 来来来 够了 大概在我们的勺 一勺左右 对 一勺多左右 因为这个呢 来点酒 来点油 稍微来一点油 因为有油的空间呢 它会舒服 嗯 这个油的量 一点油 一条 一点就够 OK 那我们其实腌的时候 不用说像跟我们腌肉似的 把它油给它封住 为什么呀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鸭肉太 油太厚了 就是你稍微有一点油 就叫我们叫 激发出它自身的那个油分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就跟盐似的 你撒一点盐 搁在咸菜里面 嗯 再加上水 盐是找平衡的 油也是找平衡的 它就会润很多 你看现在是亮色就可以了吧 对 那您说这个要腌24小时 以上 腌24小时以上 对 那我看您这个 其实是没有放水的 没放水 一滴水都没有 就是那等于说 这个盒里的水 就是它自己激发出来 就会流一点水 OK 这是肯定的 OK 好了 那我们就这种状态 风暴原嘴 在搁冰箱里头 24小时 那就是像您这个盒 我们把这个水倒了 我们把这个放里面 搁一下没问题 我来说 一样是吧 一样一样一样 家人们封好了 给它搁冰箱里头 好 我们冷藏 对 冷藏就行 冷藏0到4度 大概是 大概24小时 至36小时之内 然后就可以 我们下一步操作 对 下一步操作 好 晚上回来 好了 我们回来了 这个是我们腌完了 直接从盒里 刚才拿出来了 但是它非 你看它里头还是 它的色彩还是一样的 没动动 为什么是稍微冲了一下 因为它那盐渗进去了 你得得洗干净 这种鸭胸 有一个最大问题的是在哪 它不好吃在哪 是你得收一下边 我们把它边稍微修一下 要不我看 去煎之前就要修 对 修一下边 给它修一下 现在我们的油 这个锅温它上来了 好 现在 倒点油 不用橄榄油吧 随便倒点油 就是普通的 橘榄油也可以 因为 对 这个油也不用太多 我觉得 够了 够了 因为鸭油也是 刚才我们胡老师说的 就是你得给它点油 才能出来 先煎哪面 先煎带油的一面 带油的一面 一二走 看一下它那感觉了吗 还是要注意安全 就是它会家里边要煎摄像师 已经煎到摄像师了 好 这个先让它定一样 你看看 看看盐子 翻面 好 关小火了 关小火 嗯 这个要是在烤制的话 这个煎的目的就是让它两边 就要成这个焦黄 焦黄感 焦黄感 看这油了吗 油倒多了 它一段收缩了 咔就收缩了 这个油 您说这个里面会不会也有水 有 因为鸭子里的含水量很高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就哐嚼 真的 尤其是做陈奈士这个菜 还要注意安全 这个还真是跟煎牛排的感觉 基本上是一样的 肉盒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四边也给煎一下 然后把它煎焦黄 然后我们还要再进烤箱进行烤 是 看 因为所有的芹类都有体外 就是它自己的体外 就是来自于水和油 嗯 那这个油 我们煎完个这个油还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有福利 好 把它先倒入 这个芹香味还真是比较那个 它有味 嗯 那现在这种状态还是小口 我们把这个 还是备煎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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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出水 还在出水 还在出油 出油 你看看 嗯 你也得备着 好了 这个菜 我觉得其实 应该是很香的 来 胡老师帮我撕上锡纸 锡纸 来了 家里都有啊 基本上都会有 锡纸的大小就是把它给包住就可以了 对 对 我把这个放在锡纸上 我们那个烤箱已经220度预热了 220度预热完了 预热完了 太厉害了 这个需要包一点 你都得 嗯 最简单的 对角 嗯 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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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清蒸包吧 那我们把这个去烤箱啊 来 盛盛盛 好 我们这个烤箱还可以啊 预热了啊 我天 我不至于啊 5分钟 我们设定 好 5分钟 马上回来 我都来了啊 哇 去 成功了 这我们人迫不及待的 真的想要 想要吃到这枚鸭 我老君 烫不烫 没事 陈太师 老厨师 来 感觉下来 是给一个特解 来 我们看一下 哇 香气 香气 你会不烫吗 香气立马出来了 你会不烫吗 来来来 我们感觉一下 哇 你看这个 这个油粉啊 换一个真本 换一个 我们这就是熟知真本 我们这就是熟知真本 这个刀也已经洗过了 这是最佳种的 要一点点血色 当然了 要一点血色 多好啊 直接直刀就切了 哇 真的是刚刚好啊 这个血丝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这种鸭肉在西餐来说 比这生的可能还厉害 嗯 这已经现在效果是最佳的 嗯 就中国人吃没问题 一点问题 对 这个效果 就是如果您要是 实在是感觉 就吃不惯这种带血的 就是还可以 时间再长一点 嗯 但是那个可能就老了 就老了 因为这种鸭胸是 最佳的状态 外头脆 里头 半熟 嗯 嗯 就是我们购买这个鸭胸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窍门 要注意的 注意 就是 买这种真空包装的呢 还是就是可以去市场上 卖鸭子呢 哦 一定是真空包装的 这种鸭子是完全不一样 是特定的西餐用的鸭子 OK 完全不一样 西餐用的真空包装的鸭胸 才可以这样 对 真是 漂漂亮亮的 直接来了 直接来了 嘿 你们这地道啊 搞定了 其实这个就是增加一个盘式 然后这个牛油果 如果要是 没有牛油果 没有牛油果 是找胡老师一键三连 胡老师什么都有 你把你男人一袋的醋给我拿来 来来来来来来 还真有啊 一袋的醋 我们这巴达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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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醋 胡老师只在亲人面前拿最好的醋 必须的 你陈教师来了 待会你把这个杖给结一下 这个 来 一键三连 感觉一下我们这个醋 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巴达米克醋啊 想要不要要 甚至 想要 想要怎么办 真的有啊 我们主页有个V 可以加一下 这就可以了 对啊 搞定了 这个醋是 拎的这个 牛油果 是吗 您来 您来 这 您来 没有这醋呢 没有这醋熬啊 熬什么 您看 没有这个醋 其实我们放一点什么呢 放一点 其实我们割一点盐 割一点干辣油 放一点醋 我们主要就是 正好就是有这个醋 主要是做一配菜 这是抽真空的 就是那个玫瑰花瓣 这个是玫瑰咖啡盐 这是平音的 这是山东的 搞定了 胡老师 最关键的一碗 往这撒一点东西 接过来 再来点 直接 走 搞定 成功 这是 但是感觉还真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这种 整好这个鸭胸的颜色 和我们这个玫瑰花和这个 它这个气盒 非常搭配 它这个颜色 都是它有那种洛生花的颜色 都是腌紫色 腌紫色 所以鸭胸的那个 嫩嫩的那种感觉也是腌紫色 它本身自己的体色 就是我要自己切的稍微粗一点 你要自己在家里切的稍微细一点 骗一状 因为我们还是接近于什么 大块吃肉 大块糯片 吃起来的那种香气 你可以有一天再闻 那玫瑰的香气 我不用错过了 就是我这样 就是已经能感觉到了 玫瑰的香气 就是感觉什么呢 就是我们吃云南那个玫瑰饼 就是加热之后的那个香气 因为那个香气更纯粹的 那个玫瑰饼感觉有点 什么 它必须往里打个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没法凝固 这个就是纯粹 为什么要纯粹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玫瑰花瓣 玫瑰花粉 洛生花粉 然后拿红酒熬的 萃取的水 然后再加咖啡再去做 所以它的层次 香气完全都不一样 我再问一下 就是这个 如果要是没有我们这么多 就是您这个萃取也好 那我们就是拿普通的海盐 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一定会差一点 为什么 所有的香气都会差一点 为什么 就在烹饪水里头有油 有水有酒 有食物才会好 OK 那今天这个呢 其实要学会 我觉得很容易 但是这个调味 还是得找陈教师 就是这个盐 一件三连 谁客服客我送 我们回头 说好了 当然了 只要我服客我就送 说好了 我们粉丝朋友 我们谁要 谁要服客 弹幕评论 全都可以 这个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真的您要给您爱的人做起来 这个颜色 尤其是给您心爱的女士 做起来 或者是给您的小朋友做起来 今天就是这样 下一次陈教师再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我们先预订好了 预订好 做一切盒吧 茄盒 茄盒我们没做 我们做过藕盒 我们做一次茄盒 好吧 那我们怎么做茄盒 那我们请听下回分解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骨骼肉关火 哇 你看我们这个料真的是很足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骨验军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您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今天我们分享什么呢 一道传统的粤菜 菠萝骨骼肉 现在介绍一下食材啊 梅肉 这是猪梅肉 红椒 青椒 鸡蛋 蒜 小葱 这是洋葱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菠萝啊 那就还有一个这个是吉士粉啊 这个是腌胡萝肉用的 往常呢我们就是腌肉的这个调味料不展示 我们为什么展示这个 因为平时在家里边应该大家很少用啊 但是玩烘焙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啊 就是做蛋糕什么的都会用到它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糖醋汁 这是我们为了拍粤菜里的糖醋菜肴 专门熬了一个糖醋汁 我们用了一期节目给大家展示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眼 那我们现在加工食材啊我们先切肉 来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梅肉啊就是猪的梅花肉 现在也有很多人做这个葱萝肉用的五花肉啊 但是我还比较钟爱这个梅肉 因为三分肥七分寿 为什么不拿五花肉呢 坦率来讲啊我从学厨的时候 一直以来师傅教的就是拿这个梅肉 我们还真没拿五花肉做过 所以我们就用梅肉 但是我也认为 我个人认为啊梅肉做葱萝肉要比五花肉要好 来那我们这一块梅肉然后怎么切呢 我们先从中间给它斜着切一刀 好基本上切成这样的条状啊 一般的梅肉也是粤菜里做叉烧指定用肉 其实做叉烧基本上也就是切成比这个再薄一点点啊 大概就是这样 切葱萝肉呢我们一般啊就是反正师傅教的 就是切滚刀块其实就可以了啊 怎么下刀呢就是这样切成三角形 大小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就可以 第一刀是斜的然后第二刀直刀 因为我们第一刀是斜刀 它这两块肉的大小和形状基本上还是一样 也不能说是标准意义的滚刀块 反正就是斜刀三角状 刀法呢就用滑刀下来一刀 一刀切断不要来回地蹭啊 来回地蹭那时候会被师傅打的 快一点切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啊 来学生师这个刀工行不行啊 太快了 太快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那我们把这块也切完啊 来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好我们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用清水把它里边的血水冲干净 冲干净之后我们要控水把它冲水的这个水 给它基本上控干然后还要腌制 那我们现在先去冲水 好我们把肉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然后我们要控水啊 就其实放在罩里里 我们家里可以拿一个沥水的筐 没有的话我们垫一个码兜 可能让它就这种悬空 好那我们现在加工其他的食材 红椒和青椒我们其实一份菜用了这么多啊 来切一点就够 我们把它切成三角状吧 紫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就切角吧 就是这种刀法 好我们放在这儿 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就是这样 红椒其实我们已经洗干净了 然后青椒是一样的操作啊 青椒角切完了就是可以放在一起 基本上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个切洋葱 这是一整块我们去掉皮了 这个我们可用不了很多啊 有的师傅呢做菜呢 喜欢放这个洋葱角 有的不喜欢 可以放可以不放啊 我个人觉得 那我们也是给它切成角状 来你看现在这都连在一起啊 我们放在码兜里 拿另外一个码兜 来看 见证奇迹的时候 这个开玩笑啊 这个就是一个小窍门 来接下来我们切一个小料头啊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和量摄影师 我觉得你可以不拍了 拍 拍 剁成蒜末 这个料头呢就是蒜末和葱豆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菠萝 来蒜末 然后还有香葱的葱豆 我就借着这个带蒜末的切了啊 应该放在一起也不怕 后面的绿的也要吧 好 这个就是小料头 小料头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应该也不算料头了吧 因为我们叫菠萝骨头肉 菠萝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现在随着这个时光的发展 我们现在再有餐厅做菠萝菠萝肉呢 基本上都是用鲜菠萝 没有问题 那我们做的是传统的粤菜的方法 那我们菠萝还是用传统的 就是用菠萝的玄片 就是罐头菠萝 来就是这种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就是这种罐头 都有那种一拉罐的那种形式啊 但是这种真的传统的这个菠萝罐头 你看生产是今年生产的 它依然是这样的 那我们家里边没有开关器 这个很难开 那就用刀这样 其实挺危险 学生师怎么办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把这事交给你了 好 我想想办法把它打开 菠萝罐头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叫菠萝悬片啊 我是用的 原来我们在餐厅做的时候 厨房小弟非常规性的 开这个菠萝罐头的方法啊 我们按摄影师拍 就是我们不提倡 但是现在不重要了啊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菠萝给拿出来了 就是这个玄片啊 从中间 然后其实把它给一开三把 块稍微大一点 就是我们原来做菠萝菠萝肉 我就最喜欢开这个菠萝罐头 怎么讲 就可以偷吃一两片 好 那这个菠萝块我们也切完了 我们放在一个麻豆里 配料我们就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那个肉 控水怎么样了 控干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腌制菠萝肉 好 那现在我们腌制菠萝肉啊 我看 哦对 我还准备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啊 控水应该已经控的差不多了啊 基本上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按照常规 我们那时候一个利牌 就是一份大概给四两 我觉得这个能做三份还多吧 那我们就多腌一点 今天我们做一盘 用不完的肉呢 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 然后比如说明天或后天还可以吃啊 那现在我们腌制菠萝肉呢 要一点点盐啊 就是还是这个筋量 我们再加腌的时候 真的就是基本上适量吧 如果要是按照常规的酒店操作啊 一斤放一钱盐 一钱味精 然后两钱生粉 吉士粉也给两钱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个比例 那我就根据我的经验啊 来我们放点盐 味精 来一点点糖 生粉是给两钱 可以多一点啊 我们这个不是给两钱啊 是一斤给两钱 就是正规的斤两啊 然后吉士粉 来打开 你看吉士粉是这种颜色 有点发黄啊 它主要是我们放在这个古老肉里 增加它的香气 来放一点 好 基本上腌制古老肉的调味料就好了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水把它和开 好 不要加多 咱们慢慢来 我们用清水把它和匀 和匀之后 我们来倒在这个肉的里面 来用两个手抓一下它 进入我们的这个文具美食空间 来看我们的视频 那我觉得那你就接受我的方法了 就是很多人腌古老肉 他们用它的方法 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 你也不要说我的不对 你也不要说别人的就怎么样 刚才放进的水已经吃进肉里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水啊 来 循序渐进 腌制完了以后 如果要是一次用不完的话 放进冰箱冷藏可以放 我个人觉得啊 在零度左右一个礼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我们第二次打的水又吃进去 那我们继续加水啊 少量多次 古老肉呢 就是可以腌的 让它更加润一点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 在腌制比如说猪肉牛肉的时候 我们腌完了以后 我们会用油拌一下 但是腌古老肉不用加油 继续搅拌 哎呀 刚才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摄影师 其实你应该问我 为什么这个不用加油 摄影师 摄影师 因为我们这个是需要炸制 炸之前还要用玉米淀粉 或者是生粉 就是土豆淀粉 我们要用粉再裹一下 来 哎你看啊 现在我们加了第几次水是不是 第四次水 第四次水 这个肉你看 就是感觉有点水润的感觉 但是你看 就这个盆 你感觉不到水 是不是 没有水 水都在肉里了 我们就是像这么大的瓦都 我们基本上加了半瓦都左右了 来 再加一点点 好 基本上到这个程度 我们这个葡萄肉就腌制完成了 但是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要往里面再打一个鸡蛋 这有点犯车了 你不介意吧 是不是 我不介意 粉丝估计介意了 尽情吐槽 我们这边很光滑 这不适合磕鸡蛋 来我们把这个鸡蛋搅匀 基本上骨老肉腌制完成了的样貌 就是现在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旁 静置5到10分钟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粉 然后炸骨老肉 我们先放在一旁 炸骨老肉我们刚才说了 要上一下粉 我们这个是生粉 把骨老肉放在里面 蘸一下粉 这个粉呢 其实不用太多 就是把每一块肉 都让它蘸上粉就可以了 好 现在全部生粉之后 我们就可以炸了 放在一边 那现在我们炒锅烧热啊 好 炒锅烧热 我们加入油啊 这个油是我们之前炸其他食材 剩的油啊 可以反复利用 什么时候下锅呢 骨老肉 我们稍微等一下 大概在五六成热的时候 热一下锅 好 现在油温差不多了 你看那个筷子下得有点起泡啊 这是我们关中小火啊 我们放入骨老肉 放进去我们就先不要动了啊 我们炸骨老肉要炸两遍 第一遍呢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它熟 然后我们第二遍的时候呢 油温高一点 就是让它外酥里嫩 好 我们把肉都放进去 大概两分钟吧 两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推一下啊 好 现在依然保持中小火啊 其实这个骨老肉啊 老外特别喜欢啊 就是你看我们 只要在国外唐人街 有中餐馆的地方 这个骨老肉 尤其是这个酸甜烤的 所有的菜肴 都是老外也都非常喜欢的 可能老外知道中餐 基本上除了一个这个骨老肉 然后还有一个羊肉炒饭 而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啊 现在我们的中餐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老外知道了 我们有更多的美食 好 基本上第一遍 我们五六分钟可以了啊 我们现在把它给捞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把火关一下啊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骨老肉 先放在一旁 好 我们要第二遍炸骨老肉 第二遍炸骨老肉 让它油温稍微高一点 在八成左右 肉瞬间放里面 然后就瞬间捞出 基本上在15秒以内啊 第二遍呢 就是让它外酥里嫩 很明显啊 油温上来了 好 现在我们复炸 学生师傅 你看这一遍炸下来 是不是它的这个声音明显就响了很多 火大了吗 什么 什么火大了 我们就要这个油温要八成热 好 现在可以捞出来 你看 现在我们外面应该是非常脆的啊 好 我们现在把骨老肉放在一旁 那现在我们炒锅回来啊 这个锅不用刷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油 好 然后我们先把蒜蓉葱 那个小料头晃入 晃入之后我们倒入洋葱 先把它炒香 炒香洋葱倒入青红椒饺 炒香洋葱倒入青红椒饺 在炒香之后我们倒入菠萝啊 我们今天这个料真是都是加倍的 是吧 是不是你躲了 我躲了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我们的葱葱肉 放完葱葱肉之后先不要翻炒啊 不要动 来 我们加一点点料酒 然后把我们这个糖醋汁淋入 好 翻炒 让糖醋汁裹住我们这个葱葱肉 好 现在我们要快速出锅 出锅之前勾一点点小薄芡 好 准备出锅 点一点点明油 葱葱肉关火 哇 你看我们这个料真的是很足啊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 好 葱葱肉 好 葱葱肉 我们今天这个酸酸甜甜 还有浓情蜜意的葱葱葱肉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感谢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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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